辮子妹直擊時間 今天要去問民眾 18到22歲開放優先預約接種BNT 你覺得呢 現在就一起來去問民眾吧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就是被忽略的那個年齡層 年輕力壯的生力居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疫苗先被打呢 我們才在那邊走跳的耶 好像被放生了 好像感覺都拍不到 就是因為後面都打不到 而且我快23歲 不是啊 那340萬人登記的BNT是登記爽的嗎 終於可以打 太棒了 大學生終於可以打BNT 太棒了 終於可以打BNT 能打就打 因為也快開學了 如果不打的話 到時候傳染會很恐怖吧 就剛剛好入學 這樣也可以有點保障 他們可以線上上班 雖然我是直接手藝者 能夠打到也是很好 但是會覺得說 就是政府應該一開始要做好配套 不是讓大家這樣吵來吵去 上班族沒辦法打 我們才在那邊走跳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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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班族就覺得 那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打到 那我覺得還是可能先給中年人吧 因為他們畢竟還有上有老下有小 到底何時輪我打這樣 好生氣又被擦掉 又被擦掉 又被擦掉 你這個二十幾歲的 都是卡在最後面的 對就變得說好像是順序是最後的 後面打不到就很可憐 就是永遠打不到都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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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覺就等不到 就不知道怎麼辦 就會覺得什麼時候要輪到我打 要輪到我打 要輪到我打 就很想打疫苗啊 因為想要跟朋友出去玩 340萬人登記BNT是登記爽的嗎 對不對 這規矩來嘛 我們有登記 我們就是有優先權啊 340萬人登記BNT是登記爽的嗎 因為我覺得 應該要讓有先登記的人先去打 就是這樣比較公平啦 我覺得我有點卡在中間這樣子 因為我算三十幾歲的族群這樣子 然後老的先打了 然後現在怎麼又覺得 右的也被先打了 那我們中間這一段 我們真的是年輕力壯的生力軍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疫苗先被打呢 我們就是被忽略的那個年齡層 被忽略的那個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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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能很生氣而已吧 也沒辦法吧 就慢慢的登記 等時間到了就輪到自己啊 成這樣啊 隨機機訪發現呢 我們今天答案分兩群 大學生都選 終於可以打疫苗了 但是上班族都覺得 自己又被插隊了 現在在看直播的女神答案是什麼呢 留言告訴我們